凤工人报告资料仓库有个东西炒个不停 立法间去查看 发现是查资料里的睡着了在庭宅 看来是查出了什么线索 笔记上被有重点标注的石榴 他的手机正响个不停 学院文化机正在火热举行中 庭宅迷迷糊糊回到教室 对面魔女花卉和机油组吓了一跳 被墙拽上换上死神衣服和花卉一起宣传 他们班的万圣节咖啡店 什么南瓜奶酪火锅蒜香南瓜 南瓜香菜派 一听就是黑暗到不行的料理 花卉说一句秦斋跟着吐槽一句 客人没招揽几个 这两招先打起来了 还是蝉子出面智觉这俩幼稚鬼 花卉问他一个人在这逛吗 蝉子表示是两个 他昨天不小心把文化记得是说漏嘴了 明眼就撒发打滚不要一起去 虽然知道明眼来了绝对会捣乱 但蝉子还是把他也一起带来了 但是刚才他们在人群中走散了 秦斋表示这根本不可能 明眼能根据气息找到蝉子 而且他还除了消除自己的气息 不让他和花卉察觉 明眼从一开始就打算甩到他们一个人玩 看来今天的文化记 注定不会风平浪静的过去 蝉子想听明眼说 他有个很想去的地方 于是三人跑到了鬼屋医院 怕鬼的花卉被吓得吱哇乱叫 但并没有发现明眼的踪迹 明眼在文化记里四处捣乱 制造灵影现象 却没想到被毛球堵了个正招 毛球一口咬出明眼给花卉发信号 最魁祸首这次被捉拿归案 明眼一点翻新的意思都没有 还要继续跟秦斋一起玩 并应该凶了一顿 让他赶紧离开 但明眼表现得比之前还要任性 蹲在墙角一个月的重复 我不要 蝉子本来是不打算带明眼来的 但是昨天他被拒绝之后 明眼显得非常委屈 为什么只有人类能进行玩耍 正会在现实的妖怪却要隐藏起来 蝉子一个心软 没人就答应了 金仔组到明眼面前 表示他可以陪明眼玩 这熟悉的构图 让花卉比有换视了他的父亲 明眼顿时笑嘱颜开 但是也不能留在这里给大家添麻烦 金仔说自己去换衣服 让明眼去翁的森林里等他 处理妖怪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学校这般的宣传 有花卉人肉扩音器就够了 明眼用罪魁的速度赶到约定地点 金仔早就做怪弯到了 累得不清的明眼决定先休息一下 金仔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卢雾蓉的人 不是卢雾花卉的卢雾 而是另一个在暗中帮助怪弯 能够看到妖怪的人类男性 曾经待在葵的身边 有和他一样金色的佗佛和眼睛 在16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说到这里 秦宅自己也感觉不对 如果容是在花卉出生一年去世的 花卉三岁时遇到的爸爸又是谁 秦宅不不运气 这没想到明眼真的知道这个人 表示只要秦宅不得玩个尽兴 他就变成那个人给他看 因为秦宅缺席被陪明眼 作为补偿 产自扮成死神和花卉一起搞宣传 秦宅那副死神的扮相 总会让花卉想起他的父亲 那时候 男人一身黑出现在纯白的雪中 小小的他以为那是圣诞老人 但现在想一想 却更加像是死神 秦宅被明眼玩了整整三个小时 到了回家的时候 明眼才勉强满足 他按照约定 变出了记忆中容的样子 明眼说 他当时去找鬼玩的时候容也在 咱们容是谁 容说自己是怪弯的凤工人 花卉的父亲居然也是怪弯的凤工人 但秦宅把所有报告书都翻了一遍 都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录 怪弯说他不在时 小文大人来过了 秦宅一下振作了起来 几点后 怪弯开启了前往小文大人住处的门 然而门开偏了 只通悬崖峭壁 第一个跑去的毛球 直就到山崖上滚了下去 好不容易把这小端腿 飞起来爬下来 又突然被鸟叼走了 其他花卉装耳挠塞 秦宅让他冷静点 怪弯重新开了一次门 情况好了点 也没好太多 花卉战战兢兢的 八代悬崖的小道上 生怕自己不小心尸子掉下去 秦宅把着悬崖上的鸟巢探头看 毛球果然在这 正被一群小鸟薅毛筑巢 乘得欠有人类来 害怕地飞到家长身边 考拉安慰小鸟不用担心 人类看不到他们 说着就抓着板笠要把他们赶跑 秦宅赶紧大喊 他们是怪弯的 原来考拉就是这次委托人小文大人 贾文看到秦宅的金发和恍人大悟 他还记得秦宅是怪弯的凤公人 原来这件委托是怪弯安主 还是魁的时候就能接下的 当时就认凤公人的秦宅 还是个超可爱的小正太 小文带着一群毛栗子一样的雏鸟 找到魁 想要把他们送回隐室 但是这小毛栗子太脆弱了 无法适应隐室的环境 小文决定先把小女们养育长大 等他们能前往隐室的时候 再来委托怪弯 而时过境迁 等小栗子长大成鸟能前往隐室时 魁已经不在了 小文不禁感态 秦宅之前那个凤公人也不在了 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只是听魁说 对方成为凤公人之前 是个杀害和风雨妖怪的危险人物 小文养大了五只小鸟 这下他终于能卸下肩上的重担 把孩子们送去隐室了 不过小文又说 只用送走四个就可以 因为胸口月牙纹的小五 到现在还不会飞 这样就算去了隐室 也会成为其他兄弟的累赘 小文的体格和其他兄弟差不多 身体也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的血不会飞 兄弟们都离开 这就是他一直软的现实 未免太可怜 保险期间 请侄俊逆先看看 他们是怎么飞行的 小文将他们带到谷底 平时就是这样训练小鸟 从谷底起飞飞到吊桥上 突然一阵风吹来 吊桥开始左右摇晃 把花卉吓得嗷嗷乱叫 请侄在谷底看小鸟起飞 其他四只很轻松地飞上了吊桥 之后小五用尽各种方法 扇了半天翅膀 主打的就是一个纹丝不动 请侄的看傻眼了 居然真的有鸟 连自己的翅膀都不会用 还得让他这个人类来叫 一阵狂风吹来 吊桥上的四只小鸟 全被吹飞出去 小鸟吓了一跳 惊喜小五不在这里 自举着不慎从调下的衰落 花卉急忙去救 却抓了个空 而就在这时 原本怎么都学不会飞行的小五 突然展开翅膀飞向小文 花卉勉强捏住一点尾巴尖 大喊人秦哉帮忙 只没想到小五飞他面前 轻轻松松地就把小文提了起来 不会飞就无法前往隐室 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救下小文之后 小五突然和其他四个兄弟 打了起来 秦哉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 但却知道原因 小五是故意装飞不起来的 因为他认为 只要飞不起来 就可以留在县室陪着小文 当时会提醒过小文憋宠他们 小文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 只没想到悉心的照顾 反而适得其反 让他们认为 待在县室才是最舒服的 为此小文决定放弃之心地住处搬家 只要无家可归 他们就应该乖过去饮食了吧 小文带着花卉和秦哉帮忙拆架 花卉从窝里翻出一只袜子 小文一看非常怀念 以前我还没有住好的时候 为了防止小鸟被吹飞 他就用袜子把他们包起来 小鸟们也超级喜欢这只袜子 现在还争先恐吼地往里钻 小文拿过袜子 抖出小鸟一把扔了 看小鸟们可怜兮兮的视线 秦哉没忍心 觉得一会儿偷偷拿给他们 天快黑了 如果要送小鸟们去饮食 最好趁早 小我不知为何又改了主意 愿意和兄弟们一起前往饮食 秦哉全身贯注打开饮食之门 结果忘了是在悬崖上 插着一跤踩空掉下去 结果导致门没能打开 但次数还是被算了进去 悬崖这里实在太危险 要是秦斋在这里晕倒 可就问题大了 只能先召唤怪物安 换地方继续 小文和小女们告别 他要在天黑之前 找到今天睡的地方 而且他已经决定 在自己想前往饮食之时 才会踏入怪物安 小鸟叽叽喳喳地 围着小文说去什么 怪物安当起鸟语翻译 他们都非常感激小文 小五和小文碰碰鼻子 每次前假装不会飞的事情道歉 小文很欣慰 他总算能毫无顾虑地 送他们离家了 怪物安打开通往学校 听前的门 将你们蹲在毛球头上 交流着什么 通过怪物安的翻译 他会终于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了 原来他们在学会飞行的时候 就约好要留下一只 陪在小文身边 将其中一只作为礼物 来报答小文的养育之恩 但他们发现 毕竟和他们待在一起 小文似乎更喜欢独自待着 所以小五才下定决心 和兄弟们一起前往饮室 养肠问小五 小文想让他去饮室 他就去饮室 兄弟们想让他留下 他就留下 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兄弟们把袜子扔给了小五 飞下来和小五说了什么 小五突然掉着袜子飞走了 他要到小文身边去 小文一觉醒来 发现小五又回来了 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小文最终还是没忍心责怪小五 他怎么会真的喜欢一个人生活 他们都觉得 还是待在一起比较好 接着报告的养肠 想起荣的是 玩怪文之前有没有过人类奉公人 怪文说只有秦宅一个 秦宅把报告归党的时候 借口受伤偷懒的立法 将在档案室里把报告当杂志看 秦宅问立法知不知道关于荣的事 立法说 在秦宅成为奉公人之前 现实曾发生过一起案件 作为机密档案被封存在白周域 如果立法去调取档案 这会引起司法和行政的警惕 白周域虽然外部警戒森严 但内部关联还挺轻松的 偷偷看一眼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捉着立法坏坏一笑 怎么感觉你都是故意的呀